哎呀 前面视频有粉丝说 我这个鱼缸里一旦缺少小鱼苗 给铅笔作为饲料的情况下 铅笔就会向其他鱼发起攻击 甚至是把它们吃掉 结果我发现 赶鱼身上好像确实有伤口 尾巴也有缺少 那帮我下的呀 迅速外出野菜 整回来这么一箱小鱼苗 然后到家由于缺氧还是怎么的呀 挂了一部分 这个我就给它全部捞出来 然后全部一起倒入缸中 现在有铅笔鱼在 我估计这一箱鱼苗一下子倒进去 那他们几个那就疯了 还有这个虾留给金龙啊 我天哪兄弟们 我捞了一半的鱼 我捞出来这么一个玩意 一开始吧 我以为是烂树叶什么之类的 烂树根之类的 看 有爪子 这什么鬼 我们本土鱼捞出来的 长这么大没见过 活着呗 哇 它这个壳好硬啊 就像那个装甲车一样 你看 你们看 这个造型 可能装甲车差不多 没进过 活着还在动 还在动 我先给它留起来 你们看一下 查一下这是什么玩意儿 小鱼捞完了 这次没多少 大概一百来条的样子 我把镜头对着 咱们的铅笔和黄蒙它们 然后鱼往下倒啊 看看它们是做何反应 鱼下去了 没捞完 感鱼 哎 感鱼 兄弟们 我也是第一次 因为里面有鱼苗的情况下 我是看不到它们开口的 航母没动 铅笔没动 哦 还有一个 你们说 牙鱼 牙鱼没挂 牙鱼藏哪去了 牙鱼在那里面呢 撸了一个尾巴出来 藏在里面去了 牙鱼没挂啊 先看它们 看它们会不会开口 我再倒 那就下去一波 哇 还是这感鱼漂亮 下去就干一个 啊 是吧 我都动 黄蒙没动 没反应 确实没反应啊 然后铅笔也没反应 再倒 还没倒完呢 好嘞 大小群下去 还加一些黑壳虾 很小的黑壳虾 这样看漂亮吧 是不是很美 但是 没辙 私撩鱼 我以乎得 单独开一个 这样的云生缸 能弄一些链啊 然后再放一些旁皮啊 绝对好看 比羊猛鱼 和羊猛鱼不一样 这么说吧 它就是感觉不同 特别享受的那种 好 没开口 没事了啊 它都有了 打架打不起来了啊 然后这里吧 还有几个大一点的 和虾 这种 捞出来 放水里面涮一涮 涮完以后 把它头拔了 给龙鱼吃 里面还有一些小的 大的喂完喂小的 还有这玩意儿 就在这里了啊 你们看看是什么东西 养着还挺好看 很帅的那种感觉 我想了想 和虾怎家不多 我把它吃的改成了 小龙虾的虾仁啊 和虾我先养着了 就是喂食的时候 让它往上看呗 不是 它看不着啊 我一放上手 它还是掉下去了 我又不敢用手拿着 就这点大 它直接咬我手的 来 会往上蹦呗 我蹦 还是没有训出来 没有养着习惯 就这样掉下去吧 你先吃着啊 先吃着 我鱼缸准备好 可能会好喂一点 还有就是很多朋友也劝我 就别管它品项好不好了啊 自己买的 就这样 咱就养着就得了 以后咱也不管 哎呀 哎呀 我去 会蹦了 小龙虾 下人个热量 他一蹦我吓得 我手就丢了都 会蹦了 抓紧构 我给他换了 换个构 开始去 然后品项咱不管了啊 不纠结这问题了 你们说的都对 就这样